今天银行告诉你说你名下的房和你的车都是你的资产 我今天告诉你银行是骗你的 你的房你的车不是你的资产 其实是银行的资产 因为你买了这个房以后找银行使你的贷款 银行因为你这个车贷业务赚了更多的钱 所以他又买了个房 房子也是负债的状态 那这个房呢 他每个月也是 咱就说少一点吧 五千块钱 这五千再加进去一万 再加五千变成了多少钱告诉我 一万五 变成了一万五以后 两万减去一万五 等于多少钱 还是五千 但是我想问一下 这个五千跟刚才那个五千一样还是不一样 刚才那个五千是我每个月能赚五千 付三千块钱房租 还有两千块 我没有任何的负债 但是这个五千可是 如果有一天我的工作没了 或者我公司倒闭了 或者我被开除了 或者我的身体不能再适应这个工作了 不好意思 这两万块钱没了 但是这一万五还有没有 这一万五还还在 所以这种人就是他会比第一种人生活压力更大 他会更加辛苦 他要更加拼命努力工作 他更不敢迟迟去创业 因为他输不起 第一种人反正他们老子光脚的挖钻鞋的书 重新再来就行了 这种人输都输不起 这种人被你们称为中产阶级 这是第三个人 第一个人是穷人 第二个人是中产 第三个人 看这个人是怎么成为富人的 没有人一出生就是富人 任何人都是从穷人变成富人的 不要当富二代 要当富二代的爹 当创意代 这个人呢叫王武 王武呢一个月工资也是五千块 后来慢慢的也涨了 好好工作变成两万块了 也是一样五千块钱的支出 但是王武学了财商啊 学了财商以后呢 他每个月有一万五的现金流流进口袋 他不把这个钱买车 攒起来开始先创业 你们有没有发现潮州人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 有了钱不买车不买房 衣服都舍不得买 先创业 开了个店 请问王武开了个店 这个店每个月能够帮他赚钱 这个时候这个店是个资产还是负债 这个店就是个资产 这个店如果说能够帮他一个月 带来一万五的被动输入 他赚钱了 这一万五加上这一万五 他一个月有三万块钱进账 对吗 对的各位 他有了这三万以后呢 就开始买房了 这哥们买了个房不自己住 租给别人住 你不要笑 我告诉你 很多潮州人当年发迹就是这么干的 自己住农民房 买了个小区房租给别人住 他买了个房租给别人住 租金可以大于他的月供 而且还有钱留进口袋 这个时候他的房是资产还是负债 他的房是资产 每个月可以为他带来五千块钱的现金流 这个时候呢 他相当于拥有了两万块钱的被动收入 听懂意思没有 两万块钱被动收入加上这两万块钱主动收入加一起一个月就是四万 四万减去五千块钱的支出等于多少钱 三万五 他每个月三万五留进口袋 留了两年以后可不可以买个车自己开 就算车是负债一个月五千 可不可以买个房自己住 就算一个月五千 两个五千加一起 跟刚才那个中产阶级一样的 一万五的支出了 但是他有四万块钱的收入 他把四万块钱的收入减去两万 他不干了 工作辞了 他还有两万块钱的被动收入 这两万块钱的收入减去一万五的成本 他到最后变成跟第二个中产阶级一模一样 一个月还是只有多少钱了 五千 但是请问这五千跟刚才那五千一样还是不一样 这五千是被动收入减去所有的房租 减去所有的开支 减去所有所有所有的开支 一个月还剩五千块 这个人怎么样了 告诉我 财务自由 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情趣手 我不是不让你买负债 记住亲爱的们 人一定要买负债 因为负债才会让我们享受 但是写上四个字在本上 犹太人最大的智慧 把他写上叫延迟享受 想享受人生吗 不要用你的主动收入的钱买负债来享受 那叫啥 什么叫延迟享用 先用你的钱买资产 用资产给你带来的被动收入去买负债 不费你带来的钱买负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